被爹娘卖掉后 我跟了公主 她来自义士 心怀天下 说要带着我奔赴大同 创立一个不再缺一少时的国家 却不想任务完成回朝 公主竟然递给我毒酒 她封了我内力 任由下属废了我丹田 然后放了一把大火 我在活海里苦苦挣扎 她眼里却只有她那个情郎 我是沈卓如 因为是女娃 五岁的时候 被爹娘在头上插了根野草 在市集出售 家中拮据 爹娘为了养活家里 嗷嗷待哺的弟弟 给我标价两袋小米 当时公主被养在宫外 刚被接回宫 在回宫的路上看到了我 于是命令下人取了两袋小米 从此把我带在身边 皇后难产早死 公主被接回宫后孤立无缘 还要夹带一个我 皇宫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直到十二岁 她为皇帝献祭 皇帝得了治水的良策 公主的地位 这才开始水涨船高 她比一般的孩子更加成熟 教授我道理 见我任性非同一般 更是一早就许我拜了暗卫首领 李克为师 李克自皇后难产去世后 就跟随长公主 宫中传闻 她是武林第一 我不知真假 但我知道 公主不会害我 我学得更加卖力 哪怕在一次次比试中 被敲碎了骨头 公主身体弱 无法习武 每次都在一旁 艳羡地看着我 耍刀弄剑 受伤后 也都是她一脸心疼地 为我上药 直到十六岁出师 清出于蓝 师父说 只有自身强大 才可以守护心中重要之人 我心中首要的人 就是公主 出师后 师父把公主托付给我 她最是忠心 乐无牵挂后 挥刀自吻 追随皇后而去 彼时我紧握手中的剑 自请成为公主的刀 当年的孩童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 她玩耳一笑 把我扶起来 卓如 我请李叔教你 不是让你成为谁的刀 也不是杀人机器 你是我的伙伴 我们一起 创立一个 灰红的盛世如何 她说 她来自一个 大同的世界 我听不懂她说的胎川 但是我听懂了 她口中的公道 人人有饭吃 冬日有鱼粮 从此便不会有 和我一样的孩童 因为吃不饱饭 而被卖掉 我心向往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和公主一起成立了 庆安堂 我在江湖上诛杀恶势 一步步把庆安堂的势力扩大 公主则开始涉足朝堂 弹劾奸宁 我知道 她有大志 之后上京旅有青年少女失踪 公主密令派我前去探查 却在回宫路上被人围堵 在她的坚持下 我俩将计就计 一同被人贩子拐到了萧金窟 从萧金窟回来时 公主中箭受了重伤 醒来后性情大变 她拒绝继续追查萧金窟的线索 勒令所有人禁止再提此事 更是只身退出了朝堂 夺了我庆安堂的掌事之权 她当时笑得阴毒 卓儒 你武功高深 此次任务路远 本宫在上京孤立无援 实在害怕 不如掌事令先交到本宫手中 我那时满心满眼 都是实现公主的报复 唯命是从 一点也没看出公主的变化 后来公主中毒 我和心腹送离骑马 去边陲寻找药引 中途遇到了数批来截杀的刺客 垂死之际 我把忘忧花交到了送离手中 自己被刺客 打落悬崖 因为关心公主的生命安全 伤势稍微好转 我就立马去据点联系送离 没想到入城后 喝了公主递过来的茶 内力被封 之后就是被送离一掌废了丹田 困在活海里 江湖上的死对头叶清灵 想要救我出去 可是我竟然在一众人群中 看到了公主 我推开她 一直在各地出任务的我 第一次仔细去看面前的公主 隔着摇摇火光 她看着眼前人 是毫不掩饰的情谊 而她的身侧 站着太子 甚至当我拖着满身的伤病入城 她都不曾亲切地患我卓儒 不曾对我有半分关怀 公主不会草菅人命 更不会对我下毒 况且她和太子正见不合 向来是死敌 我眸色危暗 她不是我的公主 灼儒 灼儒 炽热的火苗 灼烧 每一寸肌肤的疼痛 牵扯着神经 随着熟悉的呼唤 我猛然惊醒 此情此景 分明是回到了当初被拐的萧金窟 前世譬如走马观花 我苦笑 卓儒啊卓儒 我竟然重生了 擦去额头的汗 我正脱绳索 事关公主 我记得萧金窟分支的所有细节 此时更是得心应手 安顿了一众被拐的男女 看到巡逻过来的教众 我一记掌刀劈下 那两名教众应生倒地 若是说上一事的公主 是何时出现不同 大抵是我执行任务回来 每一次与她行礼 不等她说话 我就固自起身 错过了她眼中 非闪过的一丝不耐 又或者是在小婢女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茶盏 公主就命人 把小婢女拉下去 打成了半身不随 她总是在一瞬间的转变后 又变为那个和声慈软的殿下 而我则是被更加频繁地派出去执行任务 常年在外 忽略了公主的变化 直到公主中毒 我历经万难寻取回了忘忧花 葬身在活海里 如今我重生 我更确信了心中的猜测 公主早在那时 就换了心子 那么最初的时间线 就是萧金窟的变故 我护着身后公主 我们一起换上了首位的衣服 来到了萧金窟前方的大殿 名副其实 萧金窟分为上下两层 四周用赤金色的砖瓦堆砌 汉白玉的地板铺满了整个大殿 赤足的舞女在舞台中央天天起舞 青纱漫舞 无不透着奢靡情色 二楼的宾客推杯幻展 身侧服饰的男官儿或者女士 都只是穿着单薄的纱衣 内里清晰可见 眉目间都是顺从 他眉目微缩 朝廷横征爆脸 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这里竟然还有如此的谜谜之所 接着 公主瞪大了双眼 礼部尚书周遥 顺着宾客看过去 心近状元秦风 通政司参议临起 往日在朝堂共同议政的官员赫然在列 萧金窟不简单 我把公主的茂言压得更低 他和这些朝臣 抬头不见低头见 要是认出来了 今日就算逃出去 也会受到党派之争的针对 朝堂向来波轨云厥 有一棒于太子的高官 也有有求于庆安堂的内阁学士 假意攀附公主 他还要继续张望 我拉着他走到暗处 都是太子殿下的党羽 不用看了 上一世为了避免太子一党的圈套 庆安堂足足查了三个月 朝廷和萧金窟牵扯的官员 足足占了朝廷的六成 其中官员又都和太子关系匪浅 我本来还想继续追查 公主突然下令 终止一切计划 后来就是公主中毒 我身死 我抬眼 公主 若一切真和太子有关 你可会终止调查 可会把我们这些年的布局和筹谋抛下 他目光骤然冷了 浊如 我从未忘记成立庆安堂的初衷 如果真是太子 拼了这条命 我也会把萧金窟这个恶流拔除 身在高位的人无能 甚至纵容手下的人享乐 那么所有的资源 就会形成分配不均 层层剥削 最终受苦的只有百姓 萧金窟穷尽奢靡 太子豢养高官 高官又手捧重金求得太子的赏识 就会形成一个闭环 其中周转的财富 恐怕都是来自百姓的民之民高 现在 萧金窟堂儿皇之地 拐卖少男少女 背后的交易链 我不敢想 幕后指使 如果真的是太子 那么我庆国 威已 上位者无所作为 纵容手下剥削百姓 甚至买卖人口 天大的篓子 一旦戳破 避讳民怨四起 庆国将民不聊生 我和公主再次回到了人群 不同于上一世的 立即会合捣毁窝点 我们打算看一看这背后 究竟是什么交易 此时的宋离 还没有倒戈太子 在途经的道路 我用暗语留下标识 提醒他原地待命 我在公主的脸上 点了一个硕大的痣 美貌在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身上 又是这种环境 是无形的危险 半课后 萧金窟地叫众人来 推丧着一众的男女出殿 暗处有一个人 对我抛媚眼 我敏锐地瞪回去 却愣住 是叶清灵 我和他江湖齐鸣 在出任务时 也打过照面 怎么他也知人群里 他身形其长 容貌卓绝 在一众被拐的人群里 格外出众 被安排到了人群的最前列 我不明白 上一世 他为何要以身份显救我 但他没有恶意 我收回了目光 到了殿上 二十多位少男少女 按照容貌的顺序 依次站好 公主被安排在了最末位 我守在她的前方 让她稍稍定心 管月的丝竹声 敲击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到了萧金窟的人 每一个都明码标架 呜呜 一声悲惨的污名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在场的很多人 煞白了脸色 一个微胖身形的首领 当场诛纱侍女 他玩弄手中带血的匕首 进了萧金窟 不听话 只有一个死字 他嫌弃地踢了 两脚倒地的青纱女士 衣服都穿上了 还敢拒绝客人 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你们可不能向他学习 要乖哦 才能保住脖子上的脑袋 他把匕首扔在地上 很快一对赤薄的大汉 用板车推着一缸滚烫的铁水入垫 青纱侍女 则是美人手中拿着同样轻薄的杀衣 那胖子昂起了下巴 油腻的目光上上下下打亮 为首叶青玲 是赤裸裸的贪婪 叶青玲冷不丁打个白子 可怜兮兮地看我 被我无视 入铁水 还是身着青纱服饰贵人 姑娘郎君们可要好好颠凉颠凉 一旦后悔 绝无退路 逼梁为昌 反之必死 一番威逼 首领投掷出手中暗器 刺破萧金窟穷顶的花球 无数的花瓣落下 二层的房间纷纷点起了灯 打算竞价 他围着人群仔细端向 走到公主身边的时候停住了 这般冒丑 主子们连片时都下不去口 哪个没眼色的卤来的 活人片时 有点像生鱼片的吃法 只是对象变成了人 我听到了周遭到抽冷气的声音 已经有人乱了 嚷着要逃走 守卫手中的刀很快 救人 但是我手腕的软剑更快 长剑落入掌心 公主的声音还没落下 我的刀剑已经刺了出去 那守卫应声而道 一排排的守卫围过来 楼上的宾客已经开始逃窜 他们大多是上京的权贵富商 单于享乐 但是也怕被乱入的人查到 乱了自己的名声 我握紧剑柄 从发肩拔出长簪 掰断后 使一个微缩的短笛 吹动短笛 急促地跃声传出去 我再给送离放信号 近身的护卫都被我斩杀 软件上沾满血迹 我拉过公主的手 把她推到了叶清灵的怀里 请务必 一定帮我护好公主 我们再出口会合 若只是护好公主一人 那自然不在话下 可公主说 救人 那就只能和叶清灵合作 上一世正是因为我的疏漏 才导致公主受了重伤 这一世 我绝不允许 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卓如 保重 保重 我看着二人 点头 夺了近身敌人的一柄长剑 我拿着双剑冲入守卫裙 手起刀落 所过之处 是位倒了一片 鲜血洒在赤红色的衣裙上 看不出半分痕迹 只是骤然加深的色彩 看得人心头一灵 敌人越来越多 我有些力不从心 二楼已经有人架起了弓箭 送礼 还不出现 很快乔装打扮的一拨人 出现在二楼 把架工的人统一抹了脖子 有了帮手 很快就把削惊呼的人杀个干净 我捉了其中的两名官员 压到了公主面前 老实交代 身为朝廷命官 为什么会出现在萧金窟 公主刚要说话 哇 地吐出一口黑血 昏了过去 我目光瞬间看向叶清灵 她无辜地摇头 我可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没让任何人靠近 我眼间举起了公主的手臂 一条黑色的线字 手腕中央蔓延 使剧毒 太子居然提前下了毒 我连忙打坐 为公主输送源源不断的内力 为其压制毒性 叶清灵想要帮忙 被我一个眼神制止 没一会 公主转醒 她急切地拉住我的双手 卓如 忘忧花可解百毒 只有忘忧花能救我 你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 我神经一跳 是不好的预感 殿下您还懂解毒 上一世她和太子买通了太医院 还是太医院的院判亲口告诉忘忧花 这一世 公主怎么就提前知道了忘忧花 除非 她不是公主 是重生回来的另一个灵魂 她无措地搅动手指 绞尽脑汁寻找着措辞 我的公主运筹帷幄 从没有过如此娇柔的姿态 此时分明是换了心子 上一世明明那么大的破绽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压下心头的恨意 我上前抱住她 殿下 属下一定会找到忘忧花 您尽可安心 她松了口气 我抬手直接打晕了她 公主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仿佛随时都要死掉一样 她催促我去找忘忧花 并让我交出庆安堂的掌事令 不像 真的是一点都不像 分明是一样的容貌 如今这副面孔 怎么就这样搅柔造作 我上一世竟然栽到一个小女儿手里 和上一世一样 我摘下腰间的令牌 交到贾公主的手里 殿下 请您一定要等属下回来 她挑衅地递给身后的侍卫一个眼神 我知道 那是太子的暗线 我只当看不见 骑着马出城 转而乔装打扮回了庆安堂 叶清凌正号整以侠 侧卧卧在榻上等我 卓如我可算查到了忘忧花的妙用 你打算用什么换我这个消息 以身相许如何 瞬间她脸红得像熟透的瞎子 当真 我俩在江湖上明争暗斗了那么多年 上一世我也是临死之际才看出她的心思 叶清凌武艺卓绝 相貌也不错 配得上我 还能换一个消息 何乐而不为 当真 我说 她献保式地扶着我坐下 忘忧花最大的妙用是稳固心神 跟解毒关系不大 稳固心神 想到上一世 我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喷出 因为叶清凌的搀扶 才没有倒下 甲公主利用我 买通太医院 以解毒的噱头 让我去取花 只为了杀死体内公主的灵魂 她一个人好独享公主的身体 竟然是我直接促成了公主的消亡 我只觉得心口有一股火在烧 啄得我心口疼 我反握住叶清凌的手 帮我一个忙 帮我去取花 她一愣 什么也没问 好 入叶 我换上叶行衣 潜入东宫 剥开瓦片 不堪的画面 让我瞳孔骤然一缩 甲公主 窝在太子的怀里 两个人举止亲密 太子勾起她的一缕发丝 你就这么确信 沈卓如会拿到忘忧花 她轻笑 一个愚中的奴才 上辈子都做过的事情 这辈子 也一定会按照上辈子的诡计去走 也幸亏上一个穿越者 调教得好 不然 如今 怎么会任由我驱使 太子手探向甲公主的腰间 逗得她咯咯直笑 突然 甲公主捧着太子的脸 言之 你要庆安堂的掌势令 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要秦翠翠 死 秦翠翠是太子的青梅竹马 两个人自小就定有婚约 我分明看到太子的指节泛白 却笑着为甲公主 打理凌乱的发丝 姚儿 翠翠不过是一个弱女子 你为何要她的命 公主本名既染 姚儿只可能是别人 我压得身形更低 看到那甲公主眼中的 急恨此时 仿佛能杀死人 上辈子就是秦翠翠 她趁你上早朝 命下人把我乱棍打死 太子哥哥 你要是不杀了秦翠翠 这掌势令 妹妹实在是难以双手奉上 呵 哪怕当时太子已经登基 秦翠翠是皇后尊位 杖杀公主依旧要再三考量 如果没有太子的授意 秦翠翠哪里有胆子杖杀本国公主 再说了 秦翠翠不过是个四品官的女儿 和这势力遍布全国的庆安堂相比 太子哥哥 你可一定要懂得取舍 浩万搭上了太子的驳梗 她闭眼主动吻了上去 太子目光阴智 待到再和贾公主对视 俨然又是一副深情模样 遥而 秦翠翠比布的你万一 若不是因为你我血脉相连 我想上一世的我 定不会立秦翠翠为皇后 一番说辞 斗得贾公主连连娇笑 她还想去抱太子 却突然抱住了头 好疼 太子哥哥 好疼 她又想出来 我拳头一紧 谁 谁想出来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太子已经从枕头下拿出瓷瓶 把药给嫁公主灌了下去 她恢复意识后再次娇笑 她不过是一个月薪八千的社畜 竟还想效仿武朝女皇 一介女子走上朝堂又怎样 还不是受到后世诟病 比起那个自命不凡的蠢货 我只想和太子哥哥掌相厮守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分明是有被人伦 太子为了掌势令 不惜虚以威仪 哪怕是听不懂贾公主口中 不着边际的风话 她依旧笑得温情 二人舍鼠一窝 算计我的公主 话里话外 我能听出那个姚儿也是来自公主口中的大同事件 公主自落地一时 就是公主 从未想过侵占谋害 可后来的姚儿 却想抹杀公主 强占身躯 两人的行为更是大相径庭 公主治在大同 她却选择成为太子的助力 哪怕是踩着万千人的尸骨 心口憋着气 直到守着贾公主出东宫 我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日 东宫拉起了白帆 太子妃因病去世 太子称病休暮 两个人在秦翠翠的灵堂后 互诉中场 贾公主如约献上了掌势令 她依偎在太子的怀里 等到那个余中的奴才拿了花 也是她的死期 然后她就可以和上仪式一样 用庆安堂的势力 帮助太子登基 甚至独享太子的宠爱 太子妈撒着掌势令的纹路 捏住贾公主的下额 你敢耍本宫 这就是你那个老实子的掌势令 太子催动内力 掌势令化为积粉 贾公主当即下得花容失色 她跪在地上 把粉尘归拢 沈卓如鱼中的狠 她上辈子宁死也护好了忘忧花 她绝不可能背叛我 蹊跷 一定有蹊跷 太子冷笑 瑶儿 本宫为了你 可是亲自捏断了太子妃的脖子 本宫给你三天时间 把真正的掌势令交出来 你可不要让本宫失望 说着副手离去 只留贾公主一个人在灵堂里 阴风阵阵 似乎是秦翠翠悲弃的灵魂 她受了惊吓 贾公主一个静挛 十分痛苦地抱着头 秦翠翠 上一世是你把我乱棍打死 这是你欠我的 是你欠我的 颤抖的手从怀里拿出药丸 就要送进嘴里 我眼急手快 用暗器打落她手里的瓷瓶 捂住贾公主想要尖叫的嘴巴 她震惊地看着我 痛苦地英明 眼神混沌 之后又逐渐恢复清明 突然 她一个大喘气 仿佛垂死之人抓住了绳索 紧紧攀住我的手 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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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坚韧 慈软 正是我的公主 我抱紧她颤抖的身子 属下在 随手打晕了一个侍女 我换上了侍女的衣服 穿插在侍女里 护送公主出了东宫 公主单独把我叫入寝宫 她整个人埋在浴桶里 看到我后 露出了头 泪珠和水珠一同挂在她的脸上 她哭了 浊如 我被困在昏暗的小房子里 眼睁睁听着她和太子的密谋 他们想接手庆安堂 想杀你 想毁了我们这些年的全部布局 可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叹了口气 那个人叫姚儿 他应该是早前苏醒过 他和太子苟合在一起 甚至找到是配出了世心丹 来压制殿下你 公主手腕的黑线已经越来越长 世心丹有损身体 只有忘忧花可以压制 世心丹特有的毒性 以及杀死另一个灵魂 也正是那个姚儿笃定 我会拿到忘忧花 这一世才肆无忌惮地使用世心丹 甚至提前了所有的计划 刚有意识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去取忘忧花 很快公主的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表情扭曲在一起 应该是姚儿又在她体内叫嚣 我无能为力 只能摁住公主乱动的躯体 我历生 济染 醒醒 然后去院子里打出寒凉的井水 泼在公主的脸上 她打了个哆嗦 猛然清醒 无力地摊在我怀里 卓如 自不与怪力乱神 可是 最近发生太多事 你说 我会不会被夺赦 从此消失 我愣住 众活一世 既然已经有所察觉 我绝不会允许上一世的事情再次发生 殿下放心 属下已经找到破局之法 那个姚儿 既然可以用忘忧花压制公主 那么我 同样可以用忘忧花压制她 只要公主神志清醒 服下忘忧花 那个姚儿 就会自此消失 朝堂如今怎样 自身已经岌岌可危 她还是问我 我捕捉到公主眼中的怅然 殿下放心 掌势令是假的 属下利用庆安堂的势力 已经秘密派多名少堂主 潜入消金窟 其中两名甚至已经混入总部 那些大臣和太子互相勾结的证据 属下已经掌握了八成 她松了口气 算着日子 叶清灵也该归京 公主抱着我的手臂 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浓茶 她生怕睡过去 再次醒来 又被人强占了身子 自我重生开始 就已经开始筹谋布局 公主此生的图谋 溢在我的计划里 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洒在公主府的窗台 我看着公主倦怠的眉眼 她整个人昏昏欲睡 我心一横 拿出银针 刺在她的大腿 撕 她打了个机灵 然后一个满身是血的人 破门而入 是叶清灵 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刀伤 一只手无力地锤下 被人挑断守津 一向济月清风的身姿 平添了几分狼狈 她挤出一抹轻松的笑 把怀中的忘忧花递给我 幸不辱命 然后整个人朝地上栽过去 我连忙把她扶到榻上 探卖后 心中惊骇 她内力尽失 筋骨尽断 是强撑着一口气 回到公主府 上一世我去取忘忧花 也是没了半条命 我比谁都知道 取忘忧花的惊险 宋黎被判 暗中投靠太子 把忘忧花交到太子手中 太子以此为筹码 换得甲公主手里的掌势令 他们二人的双赢局面 是用我和公主的尸骨扑的路 甚至宋黎和甲公主 为了仪表对太子忠心 二人合计把我烧死 我用内力炼化完忘忧花 然后服侍公主吃下 看着踏上毫无生气的叶清灵 心底生出了几分愧疚 你该知道 我对你只有利用 嗯 她浅浅应声 我明知道她上一世的真心 这一世还是选择了利用 与我实力比肩 并且信得过的 也只有她 我叹了口气 对不起 她闷哼一声 似是不接受我的道歉 然后剧烈地咳嗽 呕出鲜血 整个人像破败的娃娃 公主快马遣人入宫 请来了太医 把锅卖后 太医连连摇头 公主 这位公子伤势过重 臣可以为其吊住性命 但是日后能否痊愈 还要看她的造化 还有 这公子的一身好本领 真的废了 我一口气堵在心口 一拳打在门框上 经过两天的折腾 叶清灵睁开了双眼 看着我眼中蒙上了水雾 卓如 我为了这花 成了个废物 没事 公主给的分力足够多 就算你不做工 我也可以养你 她唇角一抽 倾咳了两声 卓如 之前说过的 以身相许 可还作数 我上下扫尸了她一眼 原来是担心 残废了 我不要她 我伸手 揉了揉她的发心 放心 哪怕你日后真的不行 摊在床上 我也会把你娶回家 叶清灵 三日后 东宫的小厮 前来请见公主 被我一掌打了出去 太子气急败坏 甚至亲自登门拜访 彼时公主正在整理 我搜集的证据 我守在公主府外 一箭挑飞太子的发官 公主在朝堂上力保我 太子也看出公主 已经不是她的摇耳 计划败落 东宫和公主府 原本缓和的局面 再次适同水火 入冬后 降了出雪 之前也是在同一天 公主宣布退出朝堂 如今时间线拉紧 公主还是公主 我的公主 绝不会轻易放弃 自己一手创下的 庆安堂和前朝 当初公主 为了积身朝堂 布局多年 寻到一个威莫的机会 就拼命地往上爬 皇后早逝 贵妃和西夏的太子虎视眈眈 恨不得把她这个长公主 一早就送出去和亲 还是张周水患 公主献出妙计 不仅保全自身 更加有了在前朝说话的机会 我为公主打理好朝服 把这些日子整理好的证据 一并递给公主 殿下和太子勾结的朝臣 足足占了六成 一旦消惊呼的恶行被戳破 朝堂就多了硕大的窟窿 陛下怕是不会轻易处置太子 他则是递给我一个安心的眼神 你可知道 上经的沈氏学府 我抬谋 他这是对我交付最后的底牌 沈氏学府 自六年前在上经冒头 就盛名远播 不管是启儿还是白丁 都可以凭自身长处入学 不媚俗 不谄媚 那是我以你沈氏的名义 创立的学府 才学出众者甚多 更是我亲自写教材教养的门生 替了那些庸臣 绰绰有余 可陛下不会同意 公主如今在朝 已经惹得诸多非议 再行举荐 会被陛下疑心 您有谋反之心 公主玩耳一笑 那笑容与我初见时一样 他说 父皇他已经年老 也该退居后卫 一样天年 况且他膝下 只有我和太子 太子无为 结党营私 除了我 他没得选 卓如 你应该知道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太子容不下我 百官看不起我 同样的 我也看不起他们 他们一个个满口的人意道德 说是为民请命 私下里搜刮民之民膏 取消金窟大肆消费 强卤男女 抢害百姓 这样的朝廷 这样的朝臣 为了破而后立 哪怕真的谋反 又怎样 庆国的朝堂 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如今只有刮骨疗毒 方有根治之法 边陲的蛮夷又虎视眈眈 万一发现 庆国只是一个直老虎 到时定会大举进犯 战火四起 我为公主披上了大肠 帮她拢紧了衣衫 我明白她的心思 一直都明白 殿下 太子的罪证 属下早已踏印了上百份 到时属下会在大街小巷张贴 逼得太子不得不反 我和庆安堂 在背后助您 名正言顺 与毙 我对公主行了君臣之礼 上朝的马车渐远 一抹暗影消失在转角处 追着公主而去 我悬着的心方才放下 朝内如火如荼 老皇帝看到公主城上的证据 当场吐血 我看完飞鸽传信 摆手 当即庆安堂的手下开始行动 把太子的罪证 张贴在上经每个角落 百姓一传时 十传百 很快民怨四起 那些家里女儿或者儿子失踪的 纷纷带着画像 围到了宫门口 如此 老皇帝就算是有心包庇太子 万民也不会同意 我知道 太子养着私兵 等到太子潜驴技穷 一朝令下 私兵就会包围 河宫上下 到时候 我就率领庆安堂的遗众 以清军策之名 杀入皇宫 公主的信号很快 听着雀鸟的长鸣 我把软件一寸寸绕在手腕上 出了公主府 刚出府底 一个满身脏乱的女人 手中握着一柄短刀 朝我冲了过来 身后的侍卫刚要动手 被我一个眼神拦下 钉 软件和匕首碰撞 劣质的匕首被我的含铁软件 击得四分五裂 那乞丐张牙舞爪 见人 都是你 你也重生了 说 你是不是一早就算计了一切 姚儿 我试着喊了一句 棚头垢面的乞丐一愣 叫嚷着就要跑 日前有一批乞丐被冻死在长街 姚儿竟然没有直接消失 反而上了乞丐的身 我冷笑 公主 您的仇 兜兜转转 还有得抱 我一见刺穿他的小腿 他惨叫着倒在地上 想不想见见你那位好情郎 太子殿下 他一顿 我带着护卫头 也不回地把他丢在门口 我知道 他笃定了太子爱他 所以他会跟上来 抓住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救命稻草 毕竟在他看来 他的消亡 都是我的算计 太子哥哥可是爱他爱到了骨子里 折磨一个人 仅仅是肉体的折磨 太便宜他了 公主上辈子 这辈子 两时受到的挣扎与折磨 以及上一世他推翻公主一手绸缪的大业 我要他 见希望而后坠入深渊 见微光 涌跺黑暗 一点点击碎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以及他笃定的太子对他的真心 一箭破开乾清宫 朝堂对峙 太子封锁内宫 劫持了所有的朝臣 他的人举刀挟持着老皇帝和公主 高位近在咫尺 他击尽癫狂 沈卓如 放下刀 退出去 不然本宫就杀了皇帝和公主 逆子 还没说话 太子手下的匕首用力 割破了老皇帝的血肉 而暗处的角落里 一个身影压低了茂盐 蜷缩在角落里 我一步步逼近太子 殿下 我今日带来了故人 你想不想见 还没说完 那个乞丐就满口太子哥哥走出 他小腿的伤 已经深可见过 姚儿一见太子 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不顾行事 太子哥哥 你说过 杀了秦翠翠 就娶我的 没有血脉相连的外音 你就会立我为皇后 言之 我现在是完整的阿姚了 你看 说着 姚儿转了个圈 已经是满庭哗然 皇帝健在 太子就许女子后卫 甚至首任太子妃 是大逆不道 闭嘴 哪来得丰富 胡言乱语 太子大声呵斥 换了身份 对面不识 姚儿还要上前 自证身份 一声声 太子哥哥的加持下 太子握匕首的 手抖得厉害 我和暗处的身影 对视一眼 我对着门口行了个礼 贵妃娘娘 您来了 果不其然 太子走神 我趁所有人不注意 手中的钢针 击向太子的刀柄 笔手轻压 皇帝血剑当场 颤抖地手指着太子 死不瞑目 那暗处太监打扮的人 脚下一动 已经到了公主的近身 动作很辣 一刀了结 劫持公主的守卫 正是叶清灵 她得意地冲我挑眉 我手下的人 已经上前压住太子 太子谋逆 自从破城 贵妃就被压入天牢 刚刚为了分散太子的注意力 不过是虚晃一招 公主一脸泪痕地起身 各位 太子谋逆 父皇不幸驾崩 实在是庆国之祸 那叶清灵不知何时 搞了一套大臣的衣服 此时缩在人群里 朕必高呼 公主殿下 您十二岁就有治水之才 如今庆安堂 又为国平乱 臣宫请公主登基 守我庆国江山 我也跪下 公主 请您临危授命 处置逆党 为城外的百姓 明冤 一呼百应 既是江山 太子既言之谋逆作乱 如今就只剩下公主 一个独苗苗 那些大臣 就算是不服 也要憋着 我和公主手里 捏着他们和太子 勾结的把柄 更是直接掐住了他们的命脉 现在他们还有用 至于贪污的账 等到公主登到高位 可以一步不算 还可以起到 敲山震虎的效果 阿瑶和太子 被一同押入天牢 第二日 阿瑶疯了 他一嘴咬断了太子的颈动脉 太子失血过多而死 他在地牢里 数着草席上的老鼠 把老鼠绑在桌子上 臣妾参见太子殿下 皇后 本宫可是皇后啊 太子 你怎么可以利用我 上一世 这一世 你都不过是为了掌势令 甚至默许 秦翠翠杀我 你好狠的心 好狠的心啊 他拿起筷子 目光星红 朝着老鼠的腹部 狠狠扎下去 似乎那就是太子一样 鲜血似箭 他笑得癫狂 去死吧 贱人 都是贱人 天牢外 我站在公主身侧打去 现在应该改口陛下 你们那个世界的人 称这种行为叫什么 他略意沉吟 恋爱恼 姚儿以为攀附太子 拥有太子的爱 就可以纵享荣华 殊不知 他只是太子的一步棋 没了公主的身份 没了庆安堂 他不过是一个随时可泣的马前卒 上一世如此 这一世也是 公主掌权后 叶清凌直接填不知耻地 赖在我府上 一番酣畅淋漓的鄙视 我收见 叶清凌突然静直朝后方道去 我心漏了一拍 忙上前去接住他 他却朝我做个鬼脸 我 我脸色很差 转身回了房间 不顾他在后方道歉 刚刚的波折 让我想到取花那日 他躺在榻上 毫无生气 我第一次感觉到心急 此前都是利用 但那时看着他满身是血 却拼尽最后一口气把完整的忘忧花交到我手里 我犹豫了 我说 哪怕日后你就是瘫在床上 我也会把你娶回家 对你负责到底 叶清凌 然后他挪动身子 靠在我的肩头 十里红装 常接违聘 寻常女子 寻常女子有的 我肯定会一样不落地不及你 我掐断叶清凌的话 他直接气笑了 沈卓如 我是男子 我来娶你 可好 公主说过 男女并无不同 你如今为了我残废 我更应该对你负责到底 你放心 我在公主府办差那么多年 传的家底足够娶你 我对男女情势实在是不通 我平生见过的多数男子 要么是我的下属 要么死在我的剑下 叶清凌叹气 懒得捅我计较 他与风一转 我杀了宋黎 宋黎跟了我很多年 可最后为了太子给的迎头小利 被赐公主 杀了就杀了 我身边的男人 日后有你就够了 下属也好 夫君也罢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叶清凌直接跳了起来 宋黎还是你男人 面色逐渐红润 哪里有刚刚的垂死之态 我直接一掌打向她的面门 被她束缚了双手 宋黎真是你男人 我醋眉 你的伤 好了 她心虚 可 我主练的是外公心法 一向是没有内力的 所以一身的伤 不过是装可怜 幼稚 宋黎真是你男人 她还在穷追不舍 我淡淡说出 不是两个字 只是下属 我骑着骏马 一身红装 成婚的请柬送去宫里 陛下很是高兴 她已经肃清了朝堂 捣毁萧金枯 此时已经有了创立女学的心思 碍于朝臣反对 只能暂时搁置 但我知道 她想做的事 从没有办不成的 女聘男嫁 我成了上京最桀骜不驯的女娘 接亲的队伍排了一条街 直到叶清灵身着红衣踏出房门 我心里生出欣喜 挽着她的手 直接揭开盖头 公子如玉如拙 一身的珠红长衫 衬得叶清灵愈发好看 我拉着她 二人翻身上马 在长街纵马 回到了陛下赏我的新宅 入夜 常然的龙凤花烛给房间添了几分疑你 叶清灵一把抱起我 稳落在我的眉眼 交警缠绵之际 我突然问她 叶清灵 若是有一天我不顾阻拦 死在了活场里 你会怎么办 她一愣 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只一秒 她给我肯定地回答 陪你 我肯定地回答 我肯定地回答 是什么 我肯定地回答